对于北京国安来说,球队目前最大的问题,还是边力的威胁不够,对于施密特来说,四、四、二的阵容中,边力将会取代决定性的作用,而昨天的比赛中,北京国安的进攻,主要包起点是在边后位,因为王刚若能加盟弹球队,将是对北京国安边力的一次具备补充,最为右边分和右边后位劣质的王刚, 他的突破能力以速度都相当出色,且非常适合防守反击类型的球队,王刚胜赛季是北京联合队的绝队主力,并且曾经选择过中国国家队,据了解,王刚已经离开了北京联合的集训基地广州,即将前往北京与球队聚合,而就在前几天,北京国安上下盛传的消息,是张宁鹏集中加盟到球队, 原来,就目前的形式来看,张宁鹏加盟的可能性并不算大,而王刚则将会是北京国安的热门严选, 日记将在明后先官方宣布,实力大声的北京国安队,将在向赛季推开战股,实现分业。